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任丈夫是霍英东的长子霍振庭 生了三个儿子 长子是霍启刚 奥运冠军郭晶晶是他的长儿媳 第二任丈夫是身家百亿的罗康瑞 以上这些人名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名镇江湖 朱玲玲并非名门出身 也不是富贵人家的女儿 父母只是做小生意的 朱玲玲能两次嫁入豪门 可谓是一个传奇 其实朱玲玲的两个姐姐也嫁得很不错 一个嫁给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后代 一个嫁给香港对冲基金的传奇人物 一个普通家庭养了几个女儿 只是一个女儿嫁得好 那么可能是运气好 或者是相貌特别出众 而三个女儿都嫁得很好 则说明这个家庭很不投寻常之处 朱玲玲的父亲是广东台山人 广东人很早就有经商的仪式 朱玲玲九岁之前一家人在缅甸生活 父母在缅甸做生意规模不大 但养家还是绰绰有余 算是小康之家 总之比起在国内务农好得多 因为很早在国外讨生活 见多识广接触各色的人 朱玲玲的父母很早就认识到英语的重要性 朱玲玲小的时候 父母把她送到了英文学校上学 中学期间 她就读的也是香港国际学校 当然学费不低 因为从小在英文学校上学 朱玲玲的英语非常流利 国语和粤语就逊色很多 朱玲玲从小出落的就挺挺欲力 上中学的时候 她就因为外形亮丽 身材修长 五官具有雕塑的美感 被星探挖掘当了一名业务的模特 本来她是计划中学毕业后去英国留学 不过中学毕业那年1977年 她抱着适时的心态 参加了钢节比赛 比赛的一些提问环节 她都是用流利的英文回答 且极致反应敏捷 虽然不是混血儿 但五官很有立体感 长相属于贤静 优雅那种 身材也很修长 一米六 所以评委们都心甘请愿给她投票 当时霍英东的儿子霍振婷也在评委席里 罗英时的第四个儿子罗康瑞也在评委席里 这两个人都对年仅19岁的朱玲玲一见钟情 当时霍振婷与罗康瑞当时年龄相仿 霍振婷31岁 罗康瑞29岁 都是豪门的富家公子哥 虽然都是富二代 但两人当时的话境况还是蛮大的 霍振婷当时是霍英东的长子 自成副业 有霍英东大厦的基础 一切顺顺当当的 而罗康瑞大学毕业后 在老爸的公司当了两年打工仔 1971年自己另外创业 创业的本钱还是找老爸借的 还要付利息 1977年是他创业的第六个年头 头三年都是靠老爸公司的订单才活了下来 直到1974年才接到外面的订单 所以压力蛮大的 罗康瑞后在采访中说 在创业初期他压力蛮大的 常常睡不着觉 曾连续四年依赖安眠药才能入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当时罗康瑞被朱玲玲的魅力所征服 但他有点犹豫 怎么表白 而霍振婷此前有追过TVB女星的经历 所以胆子比较大 加上他就是按部就班的给老爷子打工 没傻工作压力 于是霍振婷接足先登 他送花给朱玲玲表达心意 请朱玲玲到高档餐厅吃饭 开豪车送朱玲玲到剧组 还表明自己想马上娶她 不是婉婉 从而征服了美人的心 在交往九个月后 朱玲玲嫁给了霍振婷 霍家给朱玲玲的父母送去了 一千万港币的彩礼 婚礼极其笼咒 可谓是世纪婚礼 轰动一时 婚宴一共三百二十六桌 四千多人共聚一堂 为这对新人祝福 婚后朱玲玲接连生下三个儿子 完成了豪门对自己的期待 但这一段婚姻 还是在2005年已离婚结束 其实两人在1997年左右 就已经分居 原因是霍振婷 与一个年轻主持人闹绯闻 再加上朱玲玲的性格比较活泼 她与霍振婷 在兴趣爱好方面又不一致 所以后来两人的关系 也是越来越冷淡 2008年朱玲玲与罗康瑞 在国外低调 举行婚礼仪式 与罗康瑞在一起后 朱玲玲又重新焕发了火力 她常常与罗康瑞十指相扣 一起逛街 一起出席社交场合 脸上总是笑意盈盈 所以离婚对她的影响 基本上是没有 相反她过得更加滋润 更加自在 因为罗康瑞更加懂她 更宠爱她 更加尊重她 她会陪朱玲玲逛街 买衣服 去喜欢的小餐厅 吃东西 还支持朱玲玲 发展自己的摄影兴趣 帮她开了个人摄影展 朱玲玲在霍家时 曾开了精品店 但霍家规定 女人不能在外从事生意 她只能无奈地将店铺关掉 而罗康瑞则热心地 支持朱玲玲开了家珠宝店 在霍家出席重要场合 佩戴的珠宝首饰 需要从家族公司借 用了需要还 而嫁给罗康瑞后 罗康瑞就立即申报 港交所 将自己名下的四家公司股权 改与朱玲玲共同持有 也就是均分 足以证明 罗康瑞对朱玲玲是真心 不担心朱玲玲 将来分走她一半身家 朱玲玲可谓是好命 两次都是嫁豪门 而且二婚似乎更幸福 两个姐姐 一个嫁名人 一个嫁名门之后 因为朱玲玲的光芒 太过耀眼 先后嫁的两个家族又非常引人注目 相比之下 她的姐姐显得暗淡很多 比较少受到人关注 有些人写她的姐姐嫁的是普通人 岂是不然 朱玲玲的两个姐姐据说是双胞胎 嫁的不是名门之后 就是金融界名人 朱玲玲的长姐叫朱莺莺 她嫁给了香港对冲基金传奇人物 这个红锦标很低调 在网上查不到多少信息 但香港金融界都知道这个名字 港股市场与大陆股市不同 在香港对冲基金是可以自由进出的 红锦标是香港对冲基金的传奇人物 在2003年和2006年 红锦标旗下的锦标基金 分别以300%和360%的涨幅 夺得当年全球对冲基金涨幅 冠军 据全微媒体报道 红锦标是一名股票衍生品专家 他以10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 创建了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 旗下锦标基金专注于投资 大中华地区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自成立至2007年 锦标基金的年回报率高达68% 朱英英结婚后 生了一儿一女 都毕业于名校哥伦比亚大学 儿子曾和马来西亚首富 郭鹤年的二房女儿郭艳光 谈过四年的恋爱 朱玲玲的二姐叫朱珊珊 她嫁给了雾峰林家 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后代 雾峰林家大有来头 在台湾有五大家族之说 分别是基隆岩家 板桥林家 雾峰林家 陆岗孤家和高雄陈家 林家在清代乾隆年间 从漳州迁至台中 后在雾峰开肯耕座 人丁逐渐兴旺 后来靠专营张脑发家 从林文茶到林朝栋 林祖秘父子 雾峰林家出了三代英雄 不过这个嫁给雾峰林家的姐姐 朱玲玲很少提及 估计是因为某方面的敏感性 霍英东是著名的爱国商人 她对祖国的建设大力支持 大手笔的做慈善 霍英东去世后 霍家的体育事业 还有其他一些事业版图 都与内地联系非常密切 朱珊珊生生了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都毕业于 名校杜克大学 如今朱珊珊的小儿子 和朱茵茵的一双儿女 都生活在英国 朱玲玲的三个儿子年轻时 也都到了英国留学 朱玲玲当年刚与霍振廷交往时 朱玲玲的母亲表示 强烈反对 因为她觉得霍振廷 比朱玲玲大12岁年龄有差距 另外她觉得豪门公子哥 可能只是婉婉 担心女儿感情受伤 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霍振廷与朱玲玲相遇之前 一直跟少士女星陈思佳拍拖 霍振廷对陈思佳用情极深 不过二人相恋多时 却未得到家长认可 陈思佳演过很多片 从影11年演绎了近40部作品 饰演过狄龙楚留香中的苏荣荣 天涯明月刀中的可怜妓女 在气功大刺杀中 扮演过狄龙的妻子玉兰 在当时的香港算是高产了 据说当年霍振廷对陈思佳非常用心 经常送花请吃饭 经常一起约会 不过后来因为陈思佳演出的角色 太过另类 经常是鬼片恐怖片 很明显陈思佳的骨相 不是旺夫的那一种 而霍振廷又是霍英东的长子 将来是要继承家业的 陈思佳过不了霍家家长这一关 于是两人只能 黯然分手 转而追求年仅19岁的朱灵灵 朱灵灵的妈妈是过来人 她担心女儿会落得个与陈思佳的结局 所以才不同意女儿与霍振廷交往 不过朱灵灵当时被霍振廷表现出来的 绅士气质以及贴心温暖 大动了 霍振廷当时也32了 也到了陈家立业的年龄 于是答应立马筹备婚礼 迎娶朱灵灵 朱灵灵婚后 也过了很长一段比较幸福的时光 住着豪宅 生活富裕 婚后接连生下三个儿子 也经常陪着霍振廷出席各种社交场合 美光灯向她聚焦 朱灵灵的妈妈才算松了一口气 2011年 朱妈妈在医院里去世 享年83岁 霍振廷尽管当时与朱灵灵已经离婚了 也来参加前岳母的追悼会 足见对朱灵灵的尊重 总体来讲 朱家三个女儿都嫁得不错 一是三姐妹长相都不错 尤其是朱灵灵天生丽质 五官犹如雕塑般有美感 二是父母重视对女儿的教育 都送到了国际学校上学 因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而这是香港上层社会必备的语言 另外朱灵灵的父母是安分守己的生意人 家世清白而简单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但生活也是小康水平 不至于很缺钱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女孩 心境从容 受到优质的教育 气质方面自然不一样 而当今社会 婚姻不是女人的全部 但嫁对人 对一个女人还是很重要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 婚姻其实是女人的另一个起点 大家觉得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拉麦会持续为你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